全文共4794字阅读 徐八分钟 纵横百合 闭逆天下 公元前340年 东周时期 路阳城郊菜瓶庄 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里 老苏苦口婆心劝儿子苏琴 种地啥不好 咱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 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和土地 平时吃自己种的粮食和蔬菜 绿色环保无污染无添加 院子里在养己之际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想干就干 不想干就不干 不用每天上班打卡 不用看老板的脸色 生活自由自在 不好吗 苏琴说 好啥好啊 自己日子过得咋样 自己还不清楚吗 农村那么好 为啥大家都愿意往城里跑 反正我不想当一辈子农民 我要出去上学 一 几天后 苏琴背起行囊 离开家乡 支身前往齐国 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一带求学 山东有啥好学校 上支教育是针对幼儿的 适合成年人进修深造的高等学府 当然手推蓝祥技巧 在招生办门口 苏琴正探头探脑 旁边一位老者一把拉住了他 少年 我看你骨骼惊奇 是万中无一的旷世奇才 学开挖掘机太可惜了 你我也算有缘 不如到我们学校去看看吧 每到招生季节 学校门口都会有好多这种半路截胡的 苏琴说 你们学校都教啥 有什么专业啊 老者微微一笑 本校共开设四个专业 一约数学 日新向尾 在起掌中 战网查来 言无不厌 二约冰雪 六操三略 变化无穷 不振行兵 鬼神不测 三约言学 广计多稳 名利审视 出此土变 万口莫当 四约出世 修真养性 曲变延年 符石导引 停跌飞升 如果四哥专业全报 学费可享受七折优惠 本期学不会 下期免费再学 一番介绍打动了苏琴 他当即决定 放弃兰祥 转头老者门下 后来才知道 这位老先生名叫王许 江湖人称 鬼谷子 曾担任过楚国宰相 身怀旷世绝学 常于持身养性 经于心理喘谋 身民刚柔之事 通晓纵横百合之术 独具慧眼通天之志 离休后 王老师一手开创鬼谷军校 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 可谓逃离满天下 几十年来 培养的学生有许多 已经成为各行业的领军人物 或学科带头人 我们耳熟能详的 除了苏琴之外 还有张仪 孙并 庞娟 商鞅 李斯 王俭 李牧 乐意 白起 毛岁 徐福 偷记 饭居 田丹 吕不韦等等 这么说吧 战国时期的牛逼人物 几乎有一半出自鬼谷子门下 苏琴就是在这样一所星光闪耀的名校里 学习了数年 毕业之后 一师一气风发 愁愁满志 准备到社会上施展才能 大干一番事业 没想到的是 战国时期 社会动荡 市场低迷 大学生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鬼谷军校因为没在教育部被爱 手续不全 属于非法办学 发的文凭用人单位根本就不承认 加上苏琴心高气傲 不屑于基层工作 所以 求职之路十分艰难 四处碰地 在外面游荡多年 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苏琴穷困潦倒 走投无路 没办法 只好又灰溜溜回到了家乡洛阳 二 少小离家老大回 相应无改并茅催 儿童相见不相失 笑问乞丐你是谁 衣衫褂褂 灰头土脸的苏琴回到阔别 已久的家乡 迎接她的是亲人的冷嘲热讽 出去这么多年都学了点啥呀 咋混成这熊样了 嫂子连饭都不愿意给她做 挺大个人 不下地干活 天天坐家里白吃饭 老娘凭啥伺候你 父亲说 哎 要是师在不想种地 不如你跟赵大宝学杀猪吧 苏琴的自尊心受到极大打击 说 服饰业以取首授书 而不能亦取尊荣 虽多一心以为 啥意思 大概意思就是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 如果读书不能为我换来荣华富贵 那读书有什么用呢 严重怀疑鬼谷军校的教学体系和课程设置 纸上残兵 脱离诗迹 在诗件中根本用不上 苏琴心里说 还好机智如我 毕业前从校长办公室偷了一本秘籍 江湖上大家都听过 可谁也没见过的天下奇书 太公英福 全书分魔言兵三卷共237篇 作者江子牙 这才是真正的实用技术啊 前段时间忙于求职 一直没顾上好好看 既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苏琴索性闭门不出 每天刻苦钻研这本太公英福 深刻领悟其中的奥秘 几乎做到了烂熟于心 倒背如流 除此之外 他还攻读了中国纵横术大全公心术 与诗人法三寸之舍 闯天下大专 便论会精彩辩词说话的艺术 如何把书字 卖给和尚你做你野蛮 要啥自行车 跟本山大叔学忽悠 等一系列有关纵横术的专业技术书籍 在知识的海洋里 苏琴如鸡四可 每天都看书到半夜 困了累了就喝红牛 实在不行就拿锥子扎自己大腿 这玩意儿确实好使 一锥子下去立马就不困了 史称锥刺骨 后来 玄良刺骨与维边三角 早比脱光影囊韵血一起 共同入选中国古代刻苦学习四大变态典范 成为整个华语地区中小学生竞相学习的榜样 就是靠着这种精神 一年后 苏琴从书中悟出了合作连横之术 浑然开朗 忍不住仰天长笑 一瘸一拐走出房门 朗生的 此可以说当时之君 老子可以停这个去忽悠郡王了 当时把苏琴他爹吓了一跳 这孩子 精神上课别再出点啥毛病 酸 第一站 先到洛阳城里求见周显王 周天子是老百姓想见就能见的吗 别人不行 苏琴可以 我这儿有事关国家安危命运的钥匙 十万火急 绝密情报 必须面见天子 谁敢阻拦 这就是说话的艺术 没想到 周显王胸无大志 对苏琴如何重振周王室权威的治国方案根本不感兴趣 王室衰微 礼崩越坏 那么多专家学者都没办法 你一个农民能有什么好主意 行了 方案留下吧 回头我跟有关部门研究一下 你先回去吧 三言两语就把苏琴给打发走了 苏琴一看 看你胡不上墙 算了 再找下一家 第二站秦国 求见秦桧王 秦国当时是在诸侯中实力最为强大 早有称霸天下的野心 苏琴投其所好 一见面就说 秦赐赛之国 被山代位 东有关河 西有汉中 南有巴蜀 北有带马 此天府也 以秦市民之众 兵法之交 可以吞天下 称帝而至 这话要歌秦孝公时候说还行 不巧的是 新晋继位的秦桧王最讨厌鬼谷派 前不久刚处死了苏琴的同学 推行变法的商鞅 见又来一个鬼谷大忽忧 便冷冷说道 毛雨未成 不可以到位 文理未明 不可以并肩 翅膀还没长硬呢 说什么吞并天下 苏琴的忽忧之术又没有得逞 第三站是赵国 求见赵素侯 也就是后来推行胡福骑射那个赵武凌王的父亲 这回更好 你听说是限制国方略的 连国军的命儿都没见着 直接让赵国的国相给轰出来了 三连拜 这事咬着别人身上早就崩溃了 可苏琴百炼成刚 心理素质和抗挫折能力超强 毫不气馁 此处不留也 自有留也处 咱再换一家 这玩意儿就跟打诈骗电话一样 每天无数次被拒绝 被挂断 甚至被羞辱 但只要你坚持下去 不停地打 总会有人上钩 苏琴的人生巨变 就是从第四个电话开始的 四 燕国 苏琴的幸运之地 见到燕文侯 苏琴首先分析了燕国所处的国际地位 战国七雄里 燕国实力最弱 危机四伏 别人都害怕强大的秦国 燕国不是 燕国是害怕所有的国家 所以 想在江湖上混 咱就得找个大哥照着呀 燕文侯说 对呀对呀 找谁照着好呢 苏琴说 燕国紧邻赵国 与赵从卿 天下为一 则燕国必无话语 燕文侯说 好呀好呀 找谁牵线好呢 苏琴说 大桥牵线这种事儿我专业啊 毕竟以前在房屋老屋婚姻中介所干过那么多年 就这样 苏琴在燕国受到极高的礼遇 带若上宾 为了顺利出使赵国 燕文侯赠送给苏琴豪华车马 大量的金银财宝和绫罗绸缎 苏琴由此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好运来了 党都挡不住 重返赵国 上次把苏琴扫地出门的国相居然病故了 换作新人接待 苏琴以燕国使者的身份 受到了赵素侯的亲切洁见 会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宾主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对当前做宗复杂的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苏琴明确指出 秦国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六国只有联合起来 结成同盟 才能抵抗强秦 各自为战 是没有出路的 苏琴说 燕照两国是一一带水的友好邻邦 两国人民在战斗中结下了血浓与水的身后友谊 六国合同联盟 请从燕照开始 圣下韩 魏 齐 楚四国 我可以逐一前往说何 一番话让赵王肃然起敬 深受鼓舞 他激动的拉着苏琴的手说 寡人年少 立国日浅 魏常德文设计之常进也 今上课有一存天下 安诸侯 寡人敬以国从 当场赠送苏琴试车百胜 黄金千亿 白币百双 锦绣千蠢 用作游走诸侯各国之间的礼品和活动经费 苏琴马不停蹄 先后出示韩 魏 齐 楚 凭借三寸不烂之舌 动之以情 小知以理 一通忽悠 终于使各自为政的六国结为合同同盟 作为联盟的发起人 苏琴当人不让地被推举为从约长 相当于现在的联合国秘书长 同时 为了方便工作 苏琴分别兼任六国国相 配六国相应 自由行走 与诸侯之间 纵横百合 闭逆天下 赤诈风云 无论是权力 财富 还是个人声望 都达到了人生的顶峰 五 成功人士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是什么 对 就是衣锦还乡 荣归故里 带着豪华车队 车上装满礼物 浩浩荡荡回老家 见人就打招呼 见人就发红包 一边往人手里塞浅一边谦虚 发达傻呀 在外边混口饭吃而已 别苏总苏总的 还跟以前一样叫我小琴 哈哈哈哈 红光满面 如沐春风 遇见以前欺负过自己 或者看不起自己的人 一定大呼小叫 哎呦喂 大哥你咋瘦成这样了 是家里吃不饱吗 混不下去你说话 别不好意思啊 兄弟我不计浅嫌 有我一口肉吃就有你一口汤喝 都是香里香沁的对不对 我那儿还缺个保洁的想去吗 一脸的微天命人 苏情回洛阳 随行车辆前呼后拥 周天子派侍臣赶到郊外迎接 苏情的家人包括他的嫂子 也像其他人一样福地跪拜 苏情说 嫂和钱聚而后悲也 当初那么看不起我 现在为啥这么恭敬 苏情的嫂子也是个敞亮人 只云不会 以介子之为尊而多金 因为兄弟你现在地位高还有钱 闻听此言 苏情常看一生 皆呼 贫穷则父母不子 富贵则亲戚畏惧 人生世上 世卫富贵 盖可忽忽哉 翻译过来就是 人生在世 有钱有地位才是特门王道啊 六 六国合纵结盟取得巨大成功 秦国从此不敢觊觎六国 秦军15年没有跨出寒谷关一部 功成名就的苏情 起初居住在赵国 被赵王封为武安君 尽享荣华富贵 后来苏情的同学张仪在秦国搞连横之术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合纵联盟逐渐瓦解 苏情怕赵王怪罪 又跑到了燕国 毕竟这里才是他命运转折的地方 在燕国 苏情无所事事 终日沉迷于灯红酒绿 变得越来越捧着 生活作风越来越腐败 四处沾话惹草也就罢了 最后居然跟燕翼王的母亲搞在了一起 闹得满城风雨 举国皆知 燕翼王很生气 准备处理苏情 要是别人 估计直接就吓跑了 可苏情是谁 天下第一大忽悠 主动跑去跟燕王说 大王你有所不知 我跟你妈的事 其实是我的一个计谋 据可靠宪报 齐国最近一直跟秦国秘密接触 合作联盟有分化瓦解的危险 我想深入到齐国内部打探一下 苦于没有机会 所以才自毁明杰 故意制造与王太后的绯闻 大王以此为借口来杀我 我就可以名正言顺投奔齐国做卧底 暗中为联盟服 为燕国效力 燕王一听恍然大悟 感动的说 苏老师你说委屈了 谢谢啊 就这样 苏情出发前往齐国 随行人员一路都在感慨 牛咧 太牛逼了 苏情放下手里的书 严肃的说 要不说的多学习呢 专业知识业务能力到什么时候 也不能丢 七 木秀于灵 封必催之 堆处于爱 流必湍之 行高于人 众必非之 苏情一向高调行事 锋芒外露 因此招来不少人的嫉妒 作为忽幽界的一代宗师 苏情从燕国到齐国 依然混在风生水起 被齐敏王评为客亲 戴若上兵 经常为齐王出谋划策 这让齐国本地官员十分恼火 为了争夺政治势力 他们决定除掉苏情 公元前284年 苏情在齐国遇刺 杀手逃逸 临死前 苏情最后一次使用他的忽悠之术 对齐敏王说 我死后 你就说我是燕国派来的间谍 重金悬赏行刺者为齐国除了遗害 让凶手自行现身 齐敏王一计刑事 此刻果然主动出来领奖 被当场诛杀 然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苏情死后 燕国公开祭奠 让齐敏王大惑不解 整理苏情一误时才发现 苏情还真是燕国间谍 剧情反转过快 齐敏王呆了半晌 好久才回过审而来 苏情被刺 六国震惊 他一手地道的合作联盟 虽然早已被秦国的连横之术 所破坏 但苏情这首古今的传奇故事 千百年来 却一直在江湖流传 正所谓 沙埋古传拆碑文 六国新王式细菌 今日凄凉物说出 乱山秋季有寒云 本文授权转载的公众号 孙寄生的小宇宙 公号转载须金授权 并不得用于微信外平台 贺之章 写诗的天才千篇一律 有趣的老头万里挑一 北京为什么曾被叫燕京 这位亡国之君 却受到世界的赞誉 大英帝国的老底 终究还是被这场脱欧闹剧给 主导中国历史格局的两条分界线 曾国藩能灭得了太平天国 为什么搞不定缅军 这位亡国之君